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非常欢喜 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我们的亲民报恩佛妻 那么佛妻明天就要圆满了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在念佛当中 一心清静的念佛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得很快 那么佛妻当中 我们最殊胜的 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 发心持戒念佛 也就是我们能够 每天受持八观灾戒 然后一心念佛 这个是持戒最殊胜的功德 那么八观灾戒 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到了 这个戒律很重要 因为有戒律 你才能够得到清静心 所谓的因戒而生定 因定才能开智慧 所以这个智慧必须要以清静心做基础 所以我们持戒的目的 就是达到身心清静 尤其八观灾戒的前面五条 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戒 那么这个五戒 这里面第三条 叫做不淫欲 那么这个不淫欲 就是常修殊胜的范形 也就是心特别清静 这是过这一天一夜 我们得到出家的功德 所以出家一定要做到不淫欲 这个是跟在家的五戒 不一样的地方 在佛经里面讲 不淫欲 它的果报很殊胜 那么尤其 我们虽然在家信众 没有要求 做到不淫欲 我们是要求不携淫 但是在这个八观灾戒里面 我们能够真正来受持 这个不淫欲 这个果报就特别好 特别殊胜 这个淫欲 淫欲 这个淫字 在字典里面 其实它有过分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雨下的很多 这个雨就叫做淫雨 下太多了 过分了 所以淫有过分的意思 所以这个意思 我们也可以这么解释 凡是一切事情 做得很过分 这个都称为淫 所以这个意思很深 很广 那么我们受持八观灾戒 希望做到不淫欲 也就是不但没有淫欲的行为 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淫欲的念头 断掉 那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佛在经上说 爱不重 不生说婆 念不依 不生净土 所以为什么能够往生净土呢 你看看 这有个关键 我们念佛心要专一 专一就清净 心净 则佛土净 那当然还有一个 爱心太重 就去不了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好像 那个绳索一样 你对这个世间 还贪爱 那就不能去极乐世界 我们叫脚踩两条船 你的脚踏两条船 这个极乐世界就去不了 又想去 又留恋这个世间 所以这个关键在什么 在爱 我们喜爱 这个地方 喜爱 所以生在说婆 所以六道的众生 都是以淫欲 而正性命 就是今天为什么 我们会在六道里面呢 就是淫欲的关系 就是淫欲没有断掉 所以才来六道里面投胎 甚至于 我们今天讲 我们现在是欲戒 欲戒再上去 有色戒 还有无色戒 这种天人的功夫很厉害 它有很深的禅定功夫 所以这个欲念 它这个念头 它是控制住 它不会起现行 不会起作用 但是是不是真的断了呢 没有 如果真的断了 它就超越三界了 它就会挣得阿罗汉果了 可见它没有断 它只是把它扶住 用什么扶住啊 用定功 它的定功很深 所以还是在三界里面 所以这就是三界六道 这一切众生 投胎转世 受生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没有这个条件 它就不会来三界六道了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么淫欲本身是污秽的 也就是我们讲肮脏污秽 所以才会导致 我们的身上 那个气味很难闻 如果说行为断了 可是念头还没有断 那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个我们身体的体质 就会改变 所以你看到很多 很好的修行人 他淫欲断了 他没有这个行为 可是他念头还没有断 因为念头很维系 如果念头断了 他就不会来三界了 但是虽然念头没有断 他行为已经断了 他确实控制住了 那他的身上 这个体质就改变 身上会放香味 所以人的这个身体的体质 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所以过去 我们看到 这个虚应老和尚 这是禅宗的 近代高僧大德 他曾经去过香港 那么在香港 有一些居士们 曾经亲近过老和尚 那么虚应老和尚 他是一生 都是一年洗一次澡 因为剃一次头 他头发平常都很长 一年剃一次头 洗一次澡 通常都是过年 除夕剃头 所以一年剃一次头 洗一次澡 大概衣服也从来没有在洗 所以那个衣服的领子 很厚很厚的一层油垢 黑黑的 可是那些亲近老和尚的信徒们 他们闻到的都是香的 不是臭的 我们这衣服 一天不洗 两天不洗 那不得了 就臭了 你看人家一年都不洗 香的 所以这个气味很清香 所以这就是经上说的 不饮 香清净 真的 你看 他身体是放香味 身体都不洗澡了 一年不洗澡 身体很干净 又有香味 所以最重要 心清净 在佛讲经里面 常常跟我们讲 这个叫什么 叫静随心转 所以你看 心清净 身就清净 身清净 环境也会清净 所以身体啊 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 向谁心转 这是真的 面貌 是随着我们心在转的 体质 也是随着我们心在转的 所以你看 那个看相算命啊 就讲得很好啊 看得也懂啊 真的 向谁心转 那身体也是像 所以心好 像就好 那如果这个人心呢 很凶 很饿 你看那个样子 就感觉到 这个人啊 那个杀气疼疼 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让人一见 好不舒服 甚至还会害怕 所以我们会直觉的感受出来 所以向好 身体就会好 所以我们哪里不舒服啊 哪里有毛病啊 我们学佛的人 怎么做啊 反省 检讨 忏悔 赶快念佛 念佛就忏悔啊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业障啊 业障现前啊 所以有病痛啊 那是业障啊 没有业障 那我们的身体 一定跟佛菩萨一样啊 绝对是金刚不坏身啊 可是现在呢 身体有毛病啊 那就是有业障啊 当然啦 现代的人 有毛病啊 都是看医生啊 吃药啊 其实啊 我们学佛修行 我们懂得 我们从内心里面 去改变自己的体质 改变自己的容貌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修行啊 就是修心 心变了 身体也会改变 所以 从自己内心里面 来改变自己的体质 来改变自己的容貌 这就是啊 佛教我们的真正的道理 那不但我们身体如此 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如此啊 因为生活的环境 也是随心所变 唯事所变 唯心所现啊 所以今天我们 要消灾啊 要免难啊 你看我们这个 办的这个三十七年 是互事袭灾 我们希望借由我们念佛 借由我们诵经 忏悔 那么这个力量 来改变 这个灾难 所以 这个根本啊 是在心 所以从心地上 来下手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印光大师教我们 如何息灾啊 怎么样消除这个灾难啊 他告诉我们念佛 吃素 吃素也是培养慈悲心嘛 念佛是培养清净心嘛 所以清净平等觉悟 这个灾难可以消除 大灾化小 小灾化五 所以境界确实 是随心改变 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为什么人家是金刚不坏之身呢 清虚之体呢 无量寿呢 从来不会有什么生病呢 永远都年轻呢 这个原理就在此地 因为清净心嘛 那现在呢 我们啊 把我们本来自信的功德 变成现在 我们有这些灾难啊 有这些病痛啊 有这些不圆满啊 这就是把本来所有的功德 迷失的 因为迷失 我们才生起妄想 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那么更加严重的 那就是杀到淫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妄想 分别执着造出来的 这不是自信 所以我们今天呢 为什么要持见 关键就在达到心地的清净 那么以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 他是讲五常 我们佛法叫五戒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佛法讲的五戒 你看不杀生 在我们儒家里面讲 就是人啊 人爱的人啊 不托到呢 这就是义啊 人意理自信 这就是义啊 不携淫呢 这个就是礼啊 礼节的礼啊 那么不饮酒 就是智 智慧的智 那么不妄语 这就是信 讲信用 所以你看 五戒 来配这个五常 刚刚好 所以佛法 所说的 跟儒家所说的 这些很基础的 很重要的 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原则 都相通 这个常是什么 常就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 这叫做常 所以这个五种常道 人意理自信 这就是我们人 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人啊 懂得五种常道 在佛法里面讲 这个五条 就是我们自信的信德 是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的 这不是学来的 你看这个人 就是爱人 我们 儒家讲叫推己及人 什么叫推己及人 就是想到自己 就会想到别人 孔子说嘛 叫己守不欲 勿施于人 这就是人心 所以你看中国字 这个字啊 叫会议字 就是看到这个字 你就体会它的意思 知道它的意思 你看这个人是什么写 人啊 这个字啊 就是两个人 二人 两个人 所以啊 人 不是只有自己一个 不是自己独尊 不是完全想到自己 是自己想到什么 立刻就要想到别人 是这个意思 这叫做人 所以我们自己 想到 自己想要得到的 同时我们也要想到 别人也会得到啊 也想得到啊 那如果遇到不善的 那我不想得到 我也会想到 别人也不想得到 所以这个心呢 就推己及人 这叫做人心 这叫做人心 所以我们不伤害众生 就是不杀生 我们今天还有伤害众生的 这个做法 想法 那就没有人了 那么义呢 就是义务 这个义务里面 就是不讲报酬的 没有讲到 得到好处的 利益的 没有 纯粹 是帮助别人 如果说啊 我们想要得到 有好处 回馈 这就不叫义 所以我们为家庭 为社会 为国家 乃至于为一切众生 我们只讲 尽义务 没有讲说 我要享受权利 得到好处 这叫做义 所以如果能够 人人这么做 那这个社会 就没有所谓的 争权独立的现象 这个世界 那就和平了 因为所有一切灾祸 都来自于 争权夺利 所演变出来的 才会带给这个社会 带给这个国家 带给一切众生 无尽的苦难 所以我们要防止 这个大的灾难发生 其实应该是 从小的地方 来做起 这就是教育 教导大众 懂得尽义务 所以从自己来做起 那么讲到礼 礼就是 处事待人接物 有个方寸 不能超过 也不能不急 换句话说 处事待人接物 我们都能够做到 恰到好处 这叫做礼 所以礼叫结 礼结 结就是有结度 不能过分 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今天讲的 有分寸 这叫做结度 不超过 也不能不急 要刚刚好 恰到好处 所以叫礼结 那么 治呢 对这个佛法 讲五戒 就是不饮酒 这一饮酒 容易失去理智 所以啊 理智 就是不讲 不用感情的 如果用感情 用事 就会坏 所以佛法是 重视智慧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很重要 当然这个智慧 不是普通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对宇宙人生 彻底明白的智慧 所以儒家也很重视智慧 把他放在五常之一 所以你要很清楚 头脑清楚 我们佛法讲啊 来看待宇宙人生 了解他的真相 所以不管是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处事待人接物 都不可以动感情 都要用理性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也常常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就是一修和尚的故事 所以你看一修和尚 他那个年纪那么小 大概八九岁 他就很有智慧 什么智慧呢 有一天 一修和尚 经过他师父的房间 听到他的师兄在里面哭 他就赶快进去看看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师兄在哭呢 结果一看 这个师兄坐在地上哭 他就问 师兄师兄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的师兄比他大个一两岁的 就跟一修讲 他说 师父每天叫他来打扫房间 结果在打扫的时候 他看到师父在看一个东西 最喜欢的 最心爱的 天天要看 我也想看 好奇吗 结果师父不让我看 越不让我看 就越想看 结果今天师父出门 不再 我就偷偷的拿出来看 这一打开 里面装了一个花瓶 花瓶有什么好看 师父一天到晚都要看 所以他都拿起来 看来看去 没有特别 结果不小心摔到地上 摔破了 这下完了 师父最心爱的东西 给他摔破了 怎么办 等一下师父回来 怎么办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面对 师父 所以他就哭了 这一修就跟他的师兄说 不要哭 不要难过 这个花瓶 就当作我摔破的 我替你顶罪 他就很高兴了 一修替我顶罪 那我要好好感谢一修 那么这个试验 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就每天吃早餐 有个馒头吃 他说为了感谢一修 替我顶罪 明天早上 我这个馒头 给一修吃 谢谢一修 来帮我 那一修就把这个 打破的花瓶 都把它包起来 打包 包好 带到外面 去等他师父回来 过了没多久 师父回来了 一进到大门口 看到一修 在那个庭院里面 走来走去的 师父就叫住一修 一修你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在这里放来放去的 一修跟师父说 师父啊 我在餐馋 餐什么馋啊 我在餐 人会不会死掉 哎呀傻孩子 生老病死啊 人都会死的 没办法 人都会死 那东西会不会坏呢 当然也会坏啦 乘住坏空嘛 都会坏啦 那最心爱的东西会不会坏呢 一样的 最心爱的东西啊 圆道了 他一定会坏的 没办法了 哦 师父啊 最心爱的东西 圆道了就坏了 这里有一个圆道的东西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下他师父就没话说了 你看 很有理智 哈哈 不用感情的 来看待这个事情 圆道了 那就坏了吗 哈哈哈哈 所以他说 他师父就没话说了 如果按照平常 哇 我们看到 我最心爱的东西被打破了 哦 那肯定啊 会很生气啊 可能啊 骂一顿啊 甚至还打一顿 那这下就麻烦了 哦 那那个灾难就发生了 所以你看 这一休啊 即使让我们恢复理智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佛法这个智慧啊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 哦 所以你说 佛法好处在哪里啊 好处就是 我们的问题 佛法通通解决了 没有问题了 哦 所以呢 你看 到了佛法了 哪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所以世间人那么多的问题 在佛法来看 没问题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哦 所以你看 我们啊 常常啊 想到 说呢 人啊 在这个世间啊 绝对不会一生都顺顺利利的吗 一定啊 会遇到很多啊 不同的困难啊 甚至灾难啊 一定会有啊 尤其呢 我们同学们啊 常常啊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他问啊 为什么我越修行 我的障碍越多了 这个问题 我们会遇到 你说 平常人啊 没有什么障碍 真的你很用功修行啊 障碍就来了 为什么 这一定有原因的吗 所以 这个问题啊 就在于啊 我们过去生中 冤亲在主太多了 你看呢 怎么可能 你没有阴心在主 怎么会遇到 这些障碍 比如说 我们过去生中 我们呢 欠人家命的啊 欠人家钱的啊 你看 这个有啊 欠命还没有还命的 欠钱还没有还钱的 哦 生生世世 跟很多的众生 结构烟丑 所以现在 你看我们一修行 冤亲在主 都来找麻烦 那怎么样来排除这个障碍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 所修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他们 所以要记住啊 修不是为我自己修 我为他们修 他们就高兴了 如果你为自己修 好了 你啊 自己修行 想要跑掉 赖帐 要脱离轮回 好了 我们就找不到你 现在赶快来讨 所以这个魔障啊 就很多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把所修的功德 通通回向给他们 他们很欢喜啊 他们会照顾你啊 护持你啊 你尽量修 所以这个念头一转过来 你看 这障碍就消除了 尤其我们在世间 碰到的 这些人家骗你的啦 人家呢 找你麻烦的啦 你看 我们现在学了佛啦 反而啊 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很欢喜 这个世间人遇到这种事情 是很倒霉的事情 结果我们竟然很欢喜 欢喜什么 因为债还轻了 过去啊 欠债了 现在把它还完了 还债小 纵然呢 不是还债的 你遇到是真的来骗你的 也没关系嘛 随他嘛 我也不想逃 逃债了嘛 为什么 因为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啊 你才能够出三界 所以记住 别人欠我的 统统不要了 我欠别人的 赶快还 绝对不能说 还要留一点 还要贪恋 还要留恋 那就离不开 六道轮回 因为我们知道嘛 刚刚一修这个故事 教我们 啥都是假的嘛 所以 这个世间 什么东西都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啊 连自己这个身体都保不住了 更何况是身外之物呢 所以海贤老和尚讲那个话是真的 啥都是假的 所以不要去争了 争东争西 争来争去 最后只争到一小块地 这块地是什么地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你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理智啊 我们学佛有智慧啊 这些问题啊 都能够解决了 甚至于呢 我们今天遇到恶元 很恶很恶的元 怎么办 什么恶元呢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了 有一个女同修 住在旧金山 在美国 你看呢 她白天在市政府上班 晚上回家 租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什么 是个鬼屋啊 所以这个鬼啊 天天晚上都出来 每天晚上12点钟 就闻到一股 很臭很臭的味道 所以她知道 这个鬼啊 要出来了 所以这个鬼啊 不是善鬼 不是好鬼 凶恶的鬼 所以才会闻到 很臭很臭的味道 而且这个鬼啊 不是中国鬼啊 美国鬼 在美国嘛 美国鬼 而且这个鬼还 跟这个女居士讲 这个女居士啊 跟她呢 过去啊 有恶缘 过去害过她 所以这一生要 要来讨战 报仇 所以这个女居士 晚上都不敢睡觉 闻到那个臭味啊 就赶快准备了 准备啊 赶快念佛了 她不念佛 那鬼就往前要抓她 如果她一念啊 那鬼都不敢动 所以她跟这个鬼啊 对峙啊 用什么对峙 用念佛 一直拼命念 不敢放松 对峙到什么时候 清晨 四五点钟的时候 快天亮了 鬼才离开 天天都是这样 有一天啊 我们师父上人 到旧金山去讲经 结果呢 我们师父跟她很熟啊 她跟我们师父讲 这个事情 她住在鬼屋 天天见鬼 结果我们师父劝她呢 哎呀 赶快搬家啦 哪有人天天住鬼屋的 太恐怖了 赶快搬 结果竟然这个女基士说 她不想搬 为什么不想搬 她说如果不是这个鬼 天天晚上都出来 她就不会天天晚上都念佛啦 你看 这个女基士胆子真大 换做我们早就搬 哪有在住鬼屋的 所以你看 连到遇到这种 我们世间人认为很倒霉的 灾难的 转过来 好啊 变成逆增上远 太好了 逼着我天天念佛 所以我们常常想 为什么我们念佛 不能够马上成就 不能够 这个有功夫 可能啊 就跟这个有关系 没有压力 你看这个有压力 哇 念得很好 他见到极乐世界的莲花 他的那朵莲花 有自己的名字 很漂亮 你看 他念到这种功夫 为什么 因为鬼逼他的嘛 我们就是没有鬼来逼我们嘛 所以功夫不能成就嘛 如果我们有这个压力 早就成就了 所以你说有压力 不错了 也挺好的 让我们快速成就 后来这个女居士人家出家了 修行去了 真好 所以你看 这就是逆境 二元 一转过来 你看 变成好的真上元 所以你说 这些逆境二元好不好 好啊 所以佛法 常常说 日日是好日 你不用去看日子 天天都是好日子 只要你好好念佛 好日子 时时是好时 都是即时 凉成即日 不要再去找人看相算命 都不用 处处都是好地方 不用再去找 找北的地方 当下就是好地方 因为你念佛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常讲 这个佛经上说的 道场在哪里 我们都要去找道场 好好修行修道 这个经上说 菩提心是道场 你发的菩提心 那就是道场 你还去找哪里道场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最好的道场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大家拼命的念佛 天天念 磁场这么好 所以大家感觉到气氛特别殊胜 所以这个很重要 敬随心壮 尤其世间人 你看我们讲到最后 世间人最贪爱的 其实就是财物 常常我们都是财物 都放不下 这个心 常常都安住在财物上 所谓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们修行一个很大的障碍 念念放不下财物 但是你真正学佛了 你明白道理了 今天你遇到这个财物 或者你的财产 被火烧了 被水漂了 甚至有灾难 你看我们最近感受到地震 那地震 你看随时在摇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越摇 我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看多好 那世间人很害怕 很紧张 所以我们正好 念得最大声 念阿弥陀佛 所以非常好 而且我问一些同修 说有地震你们知道吗 他都不知道 他拼命念佛都不知道 没有感觉 其实地震蛮大的 但是同修 他们在念佛当中都没有感受到 忘记了 很了不起 所以你看遇到这些灾难 财产被火烧 被水漂 被人夺去 这叫什么 这叫做佛经上说的 财为五家共有 财产不是我们的 财产是五家共同拥有的 哪五家 第一家 水灾 水灾一来把你冲走了 你看很快 水火无情 再来火灾 你看那个火灾 很厉害 去年 你看那个十一月 我们看到那个美国加州 那个野火 山火 那个烧起来 一百年来最严重 一秒钟烧掉一个足球场 很厉害 死了一百多人 甚至里面有一个镇 这个镇叫天堂镇 名字取得很好听 天堂镇 可是几秒钟就烧光了 天堂变地狱 所以你看 这个野火 太恐怖了 你看那些好莱坞的这些影星 你看他们都出来 说他们的房子几秒钟就烧光了 那个房子都几百万上千万美金盖的 马上就没有 所以你说 这些财务是我们的吗 不是 五家共有 再来是什么 小偷 强盗 你看 我们的财务 藏在哪里 他都有办法找得到 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 忘记了 他有办法把你找出来 小偷 厉害 强盗跟你抢 所以有时候 不是说我学佛就遇不到 学佛有时候都会遇到 像我们每年都去欧洲 去法国 你看 常常有同修 被抢 被拖的 也是会有的 可是我们学佛真的不一样 有一年 我跟几个同修 我们从德国坐火车到法国 到巴黎去 结果在火车上 那个同修去搬行李 把他的背包 就放在架子上 我就是一直盯着这个架子 看好 结果我才转个头而已 不见了 太厉害了 太专业了 你看看 我一直盯着他 才转一下而已 就被偷了 就找不回来了 所有的证件 护照 什么最重要的 统统不见 还好 我们同修学佛 明白道理 他也不会很难过 就当做还债抢 劝他的 今天还掉了 所以你看 随时都会遇到的 所以真的 我们要看到这些事情 就要想到 我们对这个世间 没有一点留念 因为都不是我们的 欠人家的 你就还了 再来 过去古人 有所谓的 官府会没收 你看人家充公 没收 官府 现在是什么 银行会拍卖 把你的财产 把你的房子拍卖掉 那你说 好 我都做好准备 有保险 不怕 但是 最后一个 防不胜防 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家叫做败家子 败家子 你怎么防呢 他生在你家 是你最喜欢的 最心爱的儿女 你看 他来讨债的 你欠他的 好了 全部都给他了 欢欢喜喜给他吧 所以想想 这个世间 真的 万般将不去 没有一样带他去 唯有夜随身 所以我常劝人家 现在有能力 赶快修了 修善积德 这个福报 是自己的 那如果 你说我要给儿女 那麻烦了 儿女 你给他这么多财产 你是害他 那他不用努力 他继承你的财产 所以这是什么 你欠他的 你就麻烦了 所以现在可以做主 赶快修 修福积德 那个福报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将来 要去极乐世界 有一个很重要的 善根福德因缘 善根我们是有 因缘也不错 我们都遇到 净土念佛法们 天天在念 这福德就要修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福 临终会有障碍 我们常常花怨 念我临终无障碍 怎么做到没障碍 福报要够 福报不够就会有障碍 这是真的 所以你看临终的时候 身体健康 头脑很清楚 这是什么 这是福报 所以你看世间人 他没有念佛 很多 他也是有福报的 走的时候 这个叫五福临门 叫考寿中 走得很好 头脑很清楚 一知十字 一先知道 我要什么时候离开 还把家人都找来 什么事情都交代得很好 收走就走 这没有学佛的 像这种 都是能天善道 到好的地方去 所以我们师父常讲 他小时候就看到他的邻居有一个老太太 就是这样 知道什么时候要走 把家人通通找来 吩咐完了就走了 真的福报 可惜没念佛而已 如果念佛多好 到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你看 这个福报是要修的 所以福啊 我们不要享受 现在有福啊 跟大家分享 什么时候想 什么时候想 临终那一刻来想 头脑清楚啊 你看没有任何的障碍啊 身体也健康啊 收走就走 多好 这是最大的福报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懂得 我们怎么修行 我们怎么样做好准备 将来可以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遇到了这些逆境啊 那二元啊 哎呀 反而是好机会啊 反而啊 是好的增上缘啊 为什么 因为平常啊 你要修什么 看破啦 放下啦 知道是知道啦 放得不够干净 修得了 不干不净的 现在原来的 你碰到了 让你彻底放下 所以你说这个好不好呢 非常好 本来是恶事的 这一变就变成好事 如果你真的能够彻底放下了 哇 身心清静 你看 我们自己得利益的 连害我的那个对方 也会得利益 虽然呢 他成就我的那个手段 方法不是很高明 不是很正当 但是没关系啊 只要对我来说 我能够放下 他就是我的恩人 因为他帮我往生极乐世界 他就是恩人 所以世间人啊 懂这种道理的 太少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逆境当中 自己一想通了 好啊 这个真好啊 变成好的真上缘了 这不是坏事啊 那么不但夺取我的财物 这个人是我的恩人 甚至让我坐牢的 害我被杀陀的 哎呀 这一念觉悟过来 我的身心世界通通放下 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这个害我的人 也是我的大恩人 如果不是他这样陷害我 我还放不下这个身体 所以你看古时候 有很多高僧大德 那被抓到监狱里面 监狱关起来的 近代都有 你看他们 对这个事情 他们都感恩了 因为帮助他成就 如果没有这个姻缘呢 他功夫不会这么好 所以充满了感恩之心 但是呢 如果他陷害我 我还放不下 我还生起称恨心 我还想要报仇 好了 这下麻烦 怎么麻烦 我自己有罪 我生烦恼了吗 我造罪业了吗 结果害我的人 那个人也有罪了 他害我 那以后搞什么 搞六道轮回 搞奄奄相报 没完没了了 一报还一报 继续搞下去 所以啊 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跟一个迷后颠倒的人 你看做出来的事情 结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学佛这么好 我们要懂 所以这一念的觉悟过来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要觉悟 为什么要天天听经 听经很重要 提醒 天天念佛 你的心就能够清静 能够转得过来 有一次 有一个女居士 来看我们师父 这个女居士 问我们师父一个问题 他说他现在 遭遇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女居士遇到困难 什么困难 先生有外遇 现在人叫有小三 怎么办 这个现在很麻烦 很多 所以他问我们师父 是不是像世间人这样 去打官司 去告 去法院 申请离婚 那你遇到这种事情 你怎么解决 到处都有这种事情 众生现在为这些事情 很痛苦 很烦恼的 你怎么帮她 我们师父遇到这个女居士 她怎么帮 她就问两个问题 就把这个问题摆平 问两个问题 哪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学 她问她 你是不是一个学佛人 她说是啊 我学佛了 好 第一个问题解决 学佛了 好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师父问 你是不是真的想到 西方极乐世界去 她说我真的很想 好了 解决了 没事了 这么简单 两个问题一问 就解决了 真的没事了 还有什么事呢 所以我们师父说 那很好啊 随她去吧 所以你看看 我们师父跟她讲 她说你 欢欢喜喜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极乐世界的 所以现在没有牵挂了 都好啊 所以你欢欢喜喜的 也会让你先生 欢欢喜喜的 也让你先生爱的那个女人 欢欢喜喜的 你看这不就是义团欢喜吗 街道欢喜吗 问题不就通通解决了 所以问题有这么困难吗 没有啊 就很简单 如果你要去打官司 要去搞 要去搞离婚 好了 这下你的家庭就破碎了 甚至于你会给社会大众 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 什么印象呢 怎么学佛学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看 我们了解佛法 就知道这个真相 你看看 这个先生有外遇 去爱这个女人 不是这一生一世的 怎么可能碰到就喜欢 不可能 这绝对是前世因缘 你看佛法讲三世因果 所以有过去的因 才有现在的果报 所以这个缘是在前世 所以前世有这个缘 这一生缘遇到了 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这叫什么 这就是证明了 佛法讲的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所以我们学佛明白 那你怎么做 你就来一个成人之美 你不要去成人之恶 所以你先生就会佩服你 太压不齐 心量这么大 连你先生那个女人 也会佩服你 所以真的 只有和睦 只有欢喜 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一天到晚 去搞斗争 搞仇恨 只会让这个冤结 越结越深 真的叫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永远都解决不了 所以他听到我们师父 讲这个话 他明白了 他说他懂了 所以你看 他说 你的目标 是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在娑婆世界 我们在娑婆世界 你看 你在这边住多久 住几年 住几天 你就要离开了 就好像住旅馆一样 哪有人天天 就是喜欢旅馆 不肯离开旅馆 不可能 你必须要 要换旅馆 要回家 旅馆不是你家 那我们的家在哪里 在极乐世界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争这个争那个 那就是舍不得离开这个旅馆 那我们说 我要回老家 我要去极乐世界 那讲了半天 假的 而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 能够遇到这个缘 那真好 要更能够放下 其实 讲到最后 有一个东西最难放下 什么呢 夫妻的恩爱 这个感情最难舍 你看那个 那个往生的时候 你看那个夫妻 那两个要分离 多困难 舍不得 放不下 所以经过这个事件 太好了 逼着你 彻底放下 所以我们想想 这个先生不就是你的善知识吗 先生外溢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善知识 他让我把生生世世 难分难舍的感情 一下子就放下了 一下子就把它看淡 你说这好不好 太好了 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就没有障碍了 所以实在讲 最后的障碍 也是我们自己 因为舍不得 放不下 刚刚不是讲 爱不重 不生收佛 都是自己的障碍 所以这个障碍 你看阿弥陀佛 他希望把你 接引到极乐世界 可是这是我们自己的障碍 那不是阿弥陀佛的问题 所以古人常讲 这叫什么 这叫九牛莫丸 今天是九条牛来拉 都拉不动的 因为我们那个心力太强了 换不下 舍不得九条牛都拉不动 所以阿弥陀佛也拉不动 因为我们的心力太强 所以心力 跟阿弥陀佛艳力 在那边拉 阿弥陀佛拉不够我们 因为我们还有业力 我们还有心力 阿弥陀佛只有一个艳力 所以三种力量 你看就敌不够两个力量 所以我们要知道 能不能往生 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阿弥陀佛是绝对来接引你 但是你不想去 阿弥陀佛也没办法 所以今天遇到这个障碍 太好了 遇到这个灾难 我们趁这个机会 赶快放下 赶快念佛 求往生极乐世界 真的太好了 所以往生一点障碍就没有 所以这个女居士听到我们师父这么一分析 她听懂了 她很欢喜 你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烦恼都没有了 这就是真智慧 这是一般迷惑颠倒的人做不到的 你看一般人 那一定要搞离婚打官司 搞到身心都很痛苦很烦恼 甚至把身体都搞垮了 你说划不来啊 真的划不来 所以学佛多好啊 我们也要多劝劝我们周围的人 鼓励他多听经 多学佛 多念佛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功德很大 真的叫做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苦 但是这里呢 同修就会有一个疑问 法师你讲了半天 这个历史上真的有这种人吗 遇到这种逆境 这种恶元 真的放下 他就成就了吗 我们一定会问 有没有 真有耶 我在那个西云老和尚 在那个开示录里面 我就找到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还真有趣 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哦 老和尚讲的 这是发生在明朝的时候 中国云南昆明 有一位叫秤锤祖师 秤锤就是 他是卖菜的嘛 用秤锤在秤那个金粮 秤锤祖师 那么他住在昆明啊 小东门外 俗家呢 姓蔡 父母去世以后 留下了很多的财产 跟田地 所以他生活过得很好 每天呢 很勤劳 很节俭 种菜 卖菜 所以 生活过得不错 那么他的太太呢 很年轻 也很漂亮 可是啊 好吃懒做 常常呢 跟野汉子私通 跟外面的男人啊 私通 这个蔡先生啊 他明知道 他太太这个事情 他也不说他 结果日子一久啊 哇 他太太更大胆啊 不但天天跟野汉子私通 而且还把他导到家里了 一点顾忌都没有 有一天 这个蔡先生啊 很早就出门 去卖菜 然后呢 他预计 这个野汉子 还在家里 所以他就买了 很多的酒啊 菜啊 带回家 结果呢 他一回家呢 这野汉子来不及跑 就躲在那个房间的 床铺底下 那蔡先生啊 回到家里面 就去准备饭菜了 去厨房 弄饭菜 他太太啊 就去帮忙 帮他弄饭菜 饭菜都准备好了 蔡先生啊 就叫他呢 去摆碗筷 他太太啊 就去摆了 两副碗筷 蔡先生叫他 要摆三副 他说 我今天要请客 等到太太摆好了 蔡先生说 你去把客人请出来 他说客人在哪里啊 在房间里面 他说 你不要说鬼话 房间哪里有客人 蔡先生说 哎呀不要紧啦 不要害怕啦 你就把他请出来啦 如果不出来 我就给他一刀 他太太不得已啦 只好啊 进去把这个野汉子叫出来啦 蔡先生啊 请这个野汉子上座 然后呢 向他敬酒 野汉子不敢喝 以为这个酒有毒 不敢喝 蔡先生先喝给他看 你看没毒啊 好好干杯 喝 这下野汉子才放心 等到酒菜啊 都吃饱啦 蔡先生 就像这个野汉子啊 磕头三败 好像我们礼佛三败一样 跟他顶礼哦 三败磕完了 就跟他讲 今天啊 好姻缘 我太太年轻了 没有人招呼她 所以很感谢 你照顾得很好 今天啊 我就把我的家产 还有我太太 全部都送给你 请你收下把 他太太跟这个野汉子啊 都不肯 蔡先生就去拿一把菜刀 你们不答应 我就要你们的命 这两个人没办法 只好答应啊 结果蔡先生 双手空空的 出门 一个人 就到这个西林安 去出家 去修行了 一边修行啊 一边种菜 因为他本来就 很会种菜嘛 就跟海贤老和尚 你看一边种菜 一边修啊 然后呢 后来啊 人家功夫啊 成就了 再来回头看看 这个野汉子 财色坚收以后 好吃懒做 结果呢 还天天啊 打老婆 老婆被骂的 打的吃不消 他后悔了 就跑到西林安 去请蔡先生回家 想要重修就好 蔡先生不理他 后来野汉子啊 把整个家财都吃光了 搞到这个太太啊 出去外面啊 讨饭 这个时候啊 他就想起蔡先生啊 过去对他的恩情 想要报答他 怎么报答呢 他就想到蔡先生 平常啊 喜欢吃一种昆阳的金丝鲤鱼 所以他就弄了一盘金丝鲤鱼 送到西林安 要给蔡先生吃 结果蔡先生啊 就跟他讲 他说我领了你的情 可是鱼不能吃 出家人嘛 不能吃鱼 所以我领你的情 那么我把这个鱼呢 就拿去放生 他太太说 这个鱼已经煮熟了 怎么能放生呢 这个蔡先生说 没关系 你跟着我来 他就把那个鱼 放到水里面 结果那个鱼死了 竟然活起来 活活泼泼的 一直到现在 听说在昆明黑龙潭 有个骨鸡 就是有这种鱼 所以从这个故事 我们就看到 蔡先生是一个熟人 一般人还卖菜的 可是今天人家对这个 七才子路 这些世间这些 我们讲 财色名识最好了 人家放下 财色名利都放下了 修道就成功了 所以你说我们遇到这个缘 我们万缘放下 老实念佛 我们怎么会不往生极乐世界呢 所以你看 这个缘太好了 就是把这个逆境 把这个二缘一转 就变成修行成就的真上源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个道理 我们学佛 真正是最大的功德 最大的利益 就是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有了智慧 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 尤其 我们刚刚说过 绝对不能感情用事 这一感情用事 就坏了 我们就不能出三界 我们就不能到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讲到最后一个字 叫做信 这个信字 我们在中国 这个武藏里面 就是讲信用 就是对人 决定要讲信用 那么 你看这个西方人 他对这个信用 非常重视 也就是说 他都先相信你 但是如果他发现你骗他 他永远不会相信你 所以这个信用 很重要 所以如果 在西方国家 你不守信 那几乎就不能够 生存下去 因为呢 你看西方人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 你看身上都带信用卡 这信用卡 如果 如果你几次不能兑现 信用就没有了 换句话说 你在社会就走不通 所以这个就是 人家对信用 看得很重 所以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人如果没有信用 那就不知道他在世间 能做什么 但是呢 这个信 跟佛法讲的信 还不太一样 佛法讲的信更深入了 其实呢 我们过去 也是很重信用 你看这个 以前做生意的 没有像什么西方人 还要签合约 搞这么多复杂的 以前的人真的很守信用 用讲的就可以了 现在呢 即使再签合约也没用 所以这个实在是 这个社会 跟过去差很多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很重视 这个信用 那佛法里面讲就是 不可以打妄语 这个打妄语啊 就没有信用 人家不相信你 其实呢 在佛经上讲这个 打妄语啊 一般啊 我们这个妄语啊 叫做小妄语 这个罪过啊 还不是很重 真正佛制定啊 这个不妄语罪 它是防止我们 造大妄语 那小妄语跟大妄语 有什么差别啊 这个大妄语啊 是讲修行方面 这个佛经上讲叫做 卫正 就是你没有正果 你说我已经正果了 我是阿罗汉啦 菩萨啦 我已经一心不乱了 这个叫做卫正 没有正 你说你已经正果了 这个叫做大妄语 那这个就很严重啊 佛在经上讲啊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斗阿比地义的 所以你看 佛是制定这个界 是怕我们造大妄语罪啊 那个很麻烦 尤其这个时代啊 现在很乱 你看这个 全世界很多啊 有这种状况啊 有的人自称 他是什么 菩萨再来的 或者说 他是什么阿罗汉 那么菩萨阿罗汉 都不够 不满足 他还说他是佛在来的 哇 那个很恐怖啊 所以在佛经上讲 如果是佛菩萨 真的视现在世间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只要身份一暴露 他就要离开 他不能待在这里 我们讲啊 要念一盘了啦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规矩 啊结果呢 他说他是佛菩萨再来了 讲了半天 又不走 还赖在这里 那肯定是假的 绝对不能相信 所以现在呢 我们很多人啊 会被骗 为什么会被骗呢 不知道这个原则 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原则 你不会被骗呢 他讲了半天 还赖在这里 那就是假的 所以过去啊 你看在台湾 以前哦 大概二十二三十年前 有一个人 很年轻哦 他是修馋的 那么他自称啊 他这个馋哦 跟以前的馋不一样 他说他这个馋叫现代馋 不是古代的馋 是现代的 然后呢 他自己自称啊 他已经赠阿罗汉国 他是阿罗汉 所以很多人啊 都仰慕他 阿罗汉啊 拜他为师 尤其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像什么医生啊 什么律师啊 哇 教授啦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 纷纷的拜他为师 是他的土地 是他的学生 后来呢 到他临终的时候 他生了一场大病 病得很严重 结果这个时候啊 他就跟大家讲 他说以前啊 他说自己啊 是阿罗汉啊 那是骗大家的 他没有证阿罗汉 所以他呢 这个时候啊 真心忏悔 他说他错了 怎么忏悔呢 他在台湾的报纸啊 登广告 向全台湾的人忏悔 说他呢 以前啊 骗大家是阿罗汉 那是欺骗的 不是真的 所以现在 跟大家求忏悔 你看很勇敢 很了不起 所以这个 一口气还在啊 能够肯忏悔 最后他还念阿弥陀佛 他求生极乐事件 他求生极乐事件 结果走的时候啊 瑞相还不错啊 所以你看呢 这一口气还在 只要肯忏悔 肯念佛 都有救啊 所以阿弥陀佛特别慈悲 所以这个在过去啊 你看我们这个 《网生传》里面啊 都有看到啊 甚至经典里面呢 多有写啊 造的罪业比 跟这个 像五逆十二啊 这种十二不设的 这种大罪 都有救 只要一口气还在 都有得救的希望 这是真的 甚至于呢 你看看 有的都已经到地狱门口了 要建立地狱了 都还有救 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 他就有一个疑问 他说佛是万德万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那到底佛能不能把一个 要渡地狱的人 让他马上成佛 如果佛做得到 那相信 他相信 佛真的是万德万能 那我们 相不相信有这种人呢 还真有啊 这个《网生传》里面 真的有这个人 谁呢 唐朝的张善和 这个《网生传》记得很清楚 张善和 他是一个杀牛的屠夫 一辈子杀了很多牛 到临终的时候 牛头人现前 就是我们说的业障险情 要堕地狱啦 牛头人要来找他报仇啦 把他拉到二道去啦 这个时候他突然善根发露 请他太太 赶快去找一个出家人 来帮助他 所以这就是善根啦 临终还想到出家人 可以帮助他 结果呢 他的运气也很好 姻缘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太出去的时候 真的找到出家人 赶快请出家人 到他家 出家人一看啦 哎呀 这马上要剁地狱了 很危险啦 就到地狱门口啦 所以赶快请他太太 烧一把香 让张善和拿着 然后叫他 赶快念阿弥陀佛 这很紧急 所以他大声的喊阿弥陀佛 喊了十几声 他说牛头人不见了 很快哦 所以人在这个时候压力很大 逼着他要赶快念佛啦 不然就要去三二道啦 结果这出家人就继续告诉他 赶快继续念阿弥陀佛 结果呢 他念了几声啊 他说阿弥陀佛现前了 这个出家人就告诉他 赶快跟阿弥陀佛 去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往生了 你看时间这么快啊 这么短 本来要到地狱的 到地狱门口 真的 把他救到极乐世界去了 到了极乐世界去 他就是一生成佛啦 他也不会退转 他也不会堕落啦 他保证的绝对成佛 没有生死 没有痛苦 不会再堕恶党 所以你看这个净土法门 可以让我们本来要去地狱 直接去成佛耶 你看其他的法门做得到吗 很难嘛 只有净土法门 所以我们要相信了 像这个风干博师 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什么文殊普贤 四宪寒 四宪寒 你看呢 他们也是暴露身份 他们就到山里面 把那个山打开 进去就合起来 就没有了 就离开了 还有那个弥勒菩萨 我们看他是布袋和尚 视线 这个布袋和尚 是弥勒菩萨来视线的 结果他的身份 讲出来了 他说他是弥勒菩萨 再来的 他就不见了 所以在这个 世间呢 是有很多佛菩萨视线 但是他们有个原则 只要身份暴露 马上就离开了 甚至于 你看我们这个 每一年啊 农历的11月17日 我们有很多的道场啊 都在导佛期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 导佛期呢 为了庆祝啊 弥陀圣诞 也就是啊 庆祝阿弥陀佛的生日 但是呢 阿弥陀佛的生日 我们翻开这个净土 三经五经 都没有看到啊 佛没有讲啊 阿弥陀佛的生日 是哪一天啊 都没有啊 那怎么会跑出一个 这个迷陀的圣诞出来 这个迷陀的圣诞出来 就是我们净土中 然后后来呢 把他放回来 结果他在阎罗王的大殿里面啊 看到了有一个出家人的像 结果颜罗王啊 常常啊 礼拜这个出家人 顶礼谋拜 那么这个出家人就问啊 说这个圣诞王啊 一天到晚在拜的这个出家人是谁 连家就告诉他 这是杭州的永明严寿禅师 那么他已经啊 那么他已经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往生 颜罗王非常的恭敬他 所以常常在礼拜他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哦 颜罗王啊 最尊敬的是谁 念佛的人 那么有名颜寿禅师 为什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为什么用他的生日 做阿弥陀佛的生日呢 那这个到底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知道 有名颜寿禅师 在没有出家以前 他曾经啊 是一个国税局的公务员 管税务的 结果呢 他常常啊 脱国家的钱 我们今天讲叫盗用公款 常常偷到 那么偷到来做什么呢 放生 所以呢 他钱花光了 没有的放生了 他就投国家的钱来放生 替国家做好事 因为国家不知道放生嘛 替国家赔福 结果后来啊 大概有人嫉妒他 这个嫉妒的人啊 就去啊 告密 说他常常啊 偷公款去放生 去告他 这个事情啊 就被发现 然后呢 就要按照法律来处分 结果审判官啊 一审问 说你有没有 到国家的公还啊 他一点都不打妄语 他老老实实的 自始至终 一五一十 通通说出来 我拖了多少次 拖了多少钱 很清楚 那你拖去做什么啊 他说我拖去放生 这个法官啊 一辈子审过 这么多的案件 从来没审过这种案件 通常人家是拿去 享受的 吃喝玩乐的 怎么他自己没享受 拿去放生 所以他没判过这种案子 那怎么办啊 就把这个案子 上报给皇帝 让皇帝去决定 那皇帝一看啊 也觉得很好笑 那怎么做啊 他说呢 按照法律来办 按照法律来办 那绝对是判死刑的 肯定要杀头的 可是啊 这个皇帝啊 也是学佛的 他也懂 佛法的道理 所以他特别啊 教导 这个 执行的监长官 告诉这个监长官 要砍头的这个 执行官 交代他 绑到法场 要杀头的时候 看看他会不会害怕 如果他会害怕 很恐怖 很害怕 杀掉算了 如果他一点都不害怕 不紧张 若无其事 把他带回来 借我 结果他被绑到法场 准备要砍头了 结果他不害怕 还欢欢喜喜的 这个监长官就问他 他说你为什么 要被砍头了 还欢欢喜喜的 而且不害怕 他说啊 我以一条命 换了千千万万条的生命 值得啊 太值得了 我有什么好害怕 我救了很多命 所以监长官 就把他带回去 见皇帝 皇帝召见 就赦免他的死罪 而且还问他 你想要做什么 他说啊 我想出家 所以这个皇帝啊 叫钱穆王 是学佛的皇帝 就在这个杭州 钱塘江 所以这个皇帝啊 很难得 就成就他出家 皇帝给他做户房 那就是后来的 有名岩寿禅师啊 就是我们的净土宗 第六代的祖师啊 那么到临走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祂是阿弥陀佛 再来的 那么走的时候啊 有发生了这个故事 就是国王 因为他学佛 他信佛 所以呢 他就发了一个大心 想要办一场 无哲大会 这个无哲大会 是什么意思呢 无哲就是 无条件的请客 凡是出家人 今天 皇帝 供养 供灾 都可以来应供 不用花请帖 一律欢迎 只要是出家人 都可以来 没有拒绝 这叫做 打千生灾 无哲大会 那当然在供灾的时候 这个会场的座位 还是有分的 有一个首席 上座 那么这个首席 当然在皇帝的心里面想 要留给这些高僧大德 让他们做 结果哪知道 那些高僧大德 来了以后 彼此都互相的牵浪 浪来浪去 互相推来推去 推浪不肯做 就在大家在那边 谦虚推浪的时候 就来了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 没有人认识他 过去也没见过 而且穿得很普通 拉里拉遢的 脏兮兮的 破破烂烂的 这个穿着不光彩 但是这个和尚 很特别 他的耳朵长得很长 所以大家就称他叫 大耳朵和尚 结果这个和尚看到 大家在那边推浪 浪来浪去 不敢做 他就大摇大摆的 就坐上去 坐在那个首席 那个上座 但是因为都是出家人 大家也不方便说他 那那个反正首席 有人坐了就算了 大家就坐下来吧 找位置坐吧 然后就开始吃饭了 结果呢 吃完饭了 人都散掉了 都走了 这个国王就问有名 严寿禅师 他说我今天发心供灾 有没有圣贤人来应供 如果有圣贤来应供 这个福报就大了 就是今天如果有佛菩萨来 来接受这个吃饭应供 那不得了 他今天可修了大福报 所以这是真的 有可能会有佛菩萨来 农历七月十五 很多地方办这个灾生 还要特别留一个位置 给这个神僧来吃饭 因为在佛的地址里面 有一个佛教他 不能灭度 留在末法时代 给众生修复 所以要常常去应供 所以要给他留个位置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真的 他会来吃饭 结果呢 这个国王问了 有名严寿禅师这个问题 说有没有佛菩萨 圣贤来应供 结果他说 他说有耶 今天有佛菩萨来应供 他说什么人呢 定光古佛来了 来接受应供了 他说是哪一个 就是坐在那个上位的 首座的 那个大耳朵的那个和尚 结果呢 国王就很欢喜 他说赶快 去把这个大耳朵的和尚 定光古佛 把他请来 我要好好的供养他 结果派去的人呢 到处去打听 最后啊 被他们找到了 在哪里找到呢 在一个山洞里面 在那边修行 在里面打坐 所以国王派去的人 一见到这个法师 在那边打坐 他知道这是定光古佛嘛 说赶快礼拜 然后呢 这个定光古佛 知道身份暴露了 一看大家呢 要来提醒他 因为呢 这国王派这些人 然后呢 国王说要请定光古佛 到宫中去应供 国王要好好的招待他 结果他看到身份暴露了 怎么办 他就说了一句话 弥陀饶舍 弥陀就是阿弥陀佛 饶舍就是乱说话 爱讲话 把他的身份暴露出来了 所以他就讲完这句话以后 就涅槃了 就走了 远及了 所以你看 这就是身份 一暴露 立刻就要走 不可以留下来 如果留下来 那叫什么 那叫妖言厚众 迷惑众生 让众生搞不清楚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你看 这个很重要 这是佛教我们 怎么判断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用这个原则 来判断 结果大家一听到这句话 心里一想 完了 定光古佛走了 那我们怎么跟国王交代呢 不过没关系 他讲了一句话 弥陀老神 这定光古佛讲的 定光古佛远己了 走了 没关系 阿弥陀佛在家里 家里还有一尊阿弥陀佛在 所以没关系 赶紧回去报告 结果呢 皇帝啊 听到这个事情 那么他呢 就跟底下来说 那赶快 这个弥陀老舍 那就是有名言寿禅师 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我们赶紧去拜有名言寿禅师 结果呢 还没有出大门 外面就有人 跑进来 报告 永明言寿禅师 远己了 所以你看 永明言寿禅师 是这样往生的 所以视线给我们看 教我们 学佛要怎么判断 真正 是佛菩萨再来 所以 你看看 这些呢 都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所以 从这个地方 让我们知道 我们学佛 一定要有智慧 知道怎么去判断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守五戒 仁义 理智信 也就是 这个五常 配五戒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最基本的 一定要遵守的 是做人的 基本条件 我们在社会上说呢 这叫做做人的人格 叫做做人的资格 这个资格是什么 就是这五条 所以这五条 跟我们佛家的五戒 精神 非常接近 所以不杀生 所以不杀生 是人 人爱的人 不偷盗 这是义 义物的义 不邪淫 这是礼 礼节的礼 不饮酒 这是智 有智慧 不妄语 这就是心 所以 这个跟佛法讲的 五戒的精神 非常符合 那么 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今天 在这个社会 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五戒 尤其 这个五戒 是我们修行的根本 那么一旦 失去的这个根本 那我们这个修行 你说你念佛 那也不能往生 去极乐世界 尤其 你看看 印光大师教我们要 持戒念佛 所以 我们如果 念佛 不辞戒 那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漏气一样 那个杯子 漏掉 破了 你怎么修 也修不圆满 所以这个是 非常 非常重要 那么再加上 我们 刚刚讲到这个五戒 然后 再提升 就是八戒 就是所谓的八观灾戒 那么这个八观灾戒 这个功德利益 就非常的大 所以明天 我们还有一天 我们希望 大家能够 好好的受持 那么最后 我也跟大家 说明一下 这个八观灾戒 它的功德 它的利益 总共 在经上说 有十二条 十二条 那么第一条 就是脱离病苦 这个是药师经里面讲 如果想要解除疾病的痛苦 就应该受持八观灾戒 所以你受持八观灾戒以后 这个疾病就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那么再来 第二个是消灭 罪障 今天我们想要 忏悔业障 我们要受持八观灾戒 因为这个忧婆舍戒经上 说得很清楚 能够受持八观灾戒 除了犯五逆罪以外 其他的罪障 都可以消除 那现在呢 我们不只是 这个受八观灾戒 我们还能够一心念佛 那一心念佛 这个灌顶法师说 所有的经啊 咒啊 都忏不了的业障 最后 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忏除 所以你看这两个加起来 就更完美了 这个消灭的力量更强了 第三呢 叫做免除恒祸 我们今天出门 要能够得到平安 不会遇到各种 这个灾难横祸 我们要受持八观灾戒 因为这个四天王经上说 有人受持八观灾戒 这个地方的恶鬼会远离 这个地方就会平安 所以我们能够精进的持灾 守戒 那必定能够远离灾难 不会增长 尤其我们还能够 劝人家念佛 我们不只是 受持八观灾戒 我们要劝人家念佛 因为刚刚讲 念佛是消灾灭罪 最好的方法 所以户国息灾 你看运光大师教我们怎么做 吃树念佛 这个非常好 那么虽然这个八观灾戒里面 甚至五戒 没有讲到要吃树 他强调的是不杀生 没有说一定要吃树 因为你看这个出家人 在泰国 在缅甸 他们是天天持灾 可是呢 他们是偷拨的 那偷拨人家信徒供养 供养鱼 你就吃鱼 供养肉 你就吃肉 所以他们没有吃树 可是人家持树 所以你就知道 吃树 跟持树 又不一样 树归树 树归树 那现在呢 我们持树 又吃树 那就更殊胜了 功德利益就更圆满了 所以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能够远离灾难 我们吃树 念佛 持树 再来 远离恶道 就是我们将来 不会堕山恶道 这个就是八关灾界 八关 关就是关闭 八条啊 就是关闭三恶道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认真来受持 所以十善业道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能受持八关灾界的人 不会堕地狱 不会堕恶鬼 不会堕畜生 不会堕阿修罗 这个阿修罗啊 那么通常啊 是跟他划分在 这个善道 但实际上呢 阿修罗啊 是分布在五道 所以天上有阿修罗 那是算善道的 可是其他五道 人道也有阿修罗 这个畜生道也有阿修罗 恶鬼道也有阿修罗 那本身他也有一道 就是阿修罗道 他是属于天上 但是呢 地狱没有阿修罗 地狱没有福报 所以这个阿修罗是有福报 但是呢 脾气不太好 我们叫阿修罗 有天的福报 没有天的德行 他呢 心里面阿有嫉妒心 有好胜心 可是福报特别大 这种人阿修罗 这种人阿修罗 我们阿修罗 在这个人间阿修罗 就看到阿修罗 那个做领导的阿修罗 做领导的阿修罗 好胜导的阿修罗 好胜心很严重 好胜心很严重 所以这些呢 可能就是阿修罗 所以这个我们呢 受罢官再接 不会堕阿修罗 再来第五啊 叫做福报优厚 这个将来啦 这个有福报的人 那么他不会遇到饥饿的痛苦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受罢官再接 那么佛说护戒经上讲 一个人能够认真受持八官再接 他可以得到六十万事 不愁吃不愁穿的果报 这个是将来 这个福报很大 不怕没饭吃 第六啦 是成就快速 这个如果年纪大了 身体多病 怕不久于人事 或者是关在监狱里头 性命不保 希望在很短的时间 得到很殊胜的果报 就必须受此八官再接 因为受此八官再接的方法 只要求一天一夜 所以这个时间短 但是功德大 那么在佛经上 有个例子 就是有一位叫 幽陀献王 他的夫人 已经病得很严重 结果在临终前一天 要求受八官再接 死了以后 就升到天上去 有这个例子 再来第七 来世尊贵 也就是想要来生 投生到尊贵之家 那必须要受此八官再接 佛经上有一个例子 就是佛说普达王经 有一个国王的随从 曾经跟随着国王 去受此八官再接 结果这个人死了以后 来世转身为王子 所以你看 跟着国王 一起参加八官再接 也有这个好处 第八叫 得生天上 要求生天上去享福 要受此八官再接 佛经上有个例子 有个天女 她的相貌很庄严 人家问她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果报 她说因为她是受此八官再接 再来第九 叫做往生助援 你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必须受此八官再接 因为佛经上告诉我们 如果受此八官再接 拿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 那么经上说可以得到中品中生 那当然了 我们能够真正受此的更清净 那么念佛能够念到功夫成片 那就不是中品中生了 那就是善品上生了 再来第十 临终欢乐 也就是我们 这个功夫没有到一心不乱 担心临终没有把握往生 我们受此八官再接 这个要师经上有说 受此八官再接的人 凭着这个善音到临命中时 会有八大菩萨 接引往生净土 所以你看这个要师经 不是说我想要去要师如来的净土 你就可以去哦 你看这个最后是要师如来 派八大菩萨送你去极乐世界 所以最后的归宿还是在极乐世界 第十一个 得相好生 就是长爪范智请问经上说 有一位婆罗门问佛陀 您做了什么功德才得这么好的相貌 佛说他受此八官再建 得到了这个果报 所以这个相貌要好 受此八官再建 第十二叫成佛道元 这个是阿含经上说的 受此八官再建 可以促使我们获得若净通 入于涅槃城 就是成佛 所以受此八官再建 其实最殊胜的就是成佛道 这是最重要的圣音 最重要的这个修音 所以我们要成佛 就是要受此八官再建 所以以上这十二条 就是受此八官再建的功德利益 那么都是佛经上的开示 所以我们了解以后增加信心 我们能够在八官再建 你看时间这么短 但是功德利益就这么殊胜 所以我们能够在佛气当中受此 是更殊胜 然后回家以后 还可以在家里佛堂 没有佛堂 我们就面向佛像 没有佛像 我们就面向西方也可以 我们自受八官再建 好好一心念佛 我们这一生可以得到 最殊胜圆满的功德利益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 包括他子弟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